我常常講中國跌倒 印度吃到飽 今天一早印度股市再創歷史新高 因為莫迪訪美的規格非常高 而且他搶的是國防軍事科技的大咖 林林總總的富國強兵 幾乎變成新品越倒楣 印度發越多財 其實現在才是真正印度碰到了 百年難得一見的歷史機遇 而且很可能是藍升北降 就是中國往下降 印度往上升 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畫面 是莫迪已經到達了美國了 到達美國的時候呢 美國運用的是最高規格的國事訪問 不但有紅地毯 而且還有儀仗隊要迎接 就是美國的整個國家最高規格 然後在職業以後呢 有最濃動的國宴 要跟拜登見面 很可能會發表印太地區第三份華盛頓宣言 而且呢還讓他住呢 住在離白宮只有一街資格的布萊爾國賓館 這也是說要是哪天晚上拜登突然想到走過去拉著他一起看月亮 也是可以的 把他幫成是國賓中的一個國賓 然後所以呢在這個時候呢 蘇利文能在東京特別出來強調這叫做美印關係的轉型時刻 新德里也宣稱將會擴大和鞏固印美關係的歷史性機會 這什麼樣的歷史性機會呢 已經講了這一次呢他帶了很多的 像是整個企業界兩好多個CEO過去 而且要見馬斯克尤其見庫克 而且最重要對印度的國力方面是美國通用 機可能會跟他合作生產戰機引擎 這就是全世界國防最高科技 而美國的通用原子也會跟印度合作生產新型的無人機 其實印度呢從尼赫魯開始叫做不結盟國家的始祖 可是這幾年因為中國的壓迫 它的地緣正是加上現在正在審查印度的人口 然後全世界的人口將突破80億 如果審查通過印度將是全世界人口第一的國家 而且又年輕會超越中國他有很強大的人口紅利 所以美國呢這20年來拼命想要跟印度改變 他跟過去的一個不結盟 然後跟蘇聯跟俄羅斯的關係 美國呢從那個柯林頓開始 回15個小時也要去看他 到了川普的時候做到最誇張 川普在2019年的時候莫迪那時候在競選的時候 川普請他到美國在德州的時候 川普竟然發動了數萬個印度裔的美國人 然後舉辦一個紅州叫做你好莫迪 大家給他歡呼 所以莫迪呢也在第二年的時候 川普去訪問印度的時候 發動十幾萬人你好川普 所以關係就會拉起來 那現在呢是輪到了整個拜登 拜登當然也要高規格 而拜登是有鋪陳的 在6月的時候 奧斯丁去香格里拉的時候 就先也去訪問了印度 而訪問了印度 就跟印度簽了一個協議 軍事工業合作協議 印度將會通過擴大武器的來源 減少對俄羅斯武器的一個依賴 這等於就是在軍事上 已經把它拉過來了 而這一次呢 莫迪專門去的呢 將要跟美國談的 國防外交科技之外 還要談的是 多元化的生產供應鏈的重組 也就是說 中國那些供應鏈 如果離開中國之後 往哪邊去 印度準備接手 所以還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情況 而因此呢要討論的是 技術移轉 還有工業重組 莫迪辦公室 是在整個莫迪出發之前 特別講說 他要去談的是 國防工業 太空科技 量子科技 然後AI 生化科技 這樣一個規格 印度將會成為一個 美國願意協助和支持的 藍雅的一個科技大國 經濟大國 當然 接下來就是 包含Google 包含Apple 包含特斯拉 可能都會在印度擴大生產